继吴亦凡事件持续发酵后 前女友小吉娜当年爆料 李小璐给吴亦凡发暧昧信息的事 又被网友们重新翻了出来 视频中的小吉娜用略带嫌弃的口吻 向我们还原了事情的经过 在小吉娜面前 吴亦凡不但嘲讽李一峰长得像乌龟 说自己讨厌黄子涛和张艺兴 甚至还当着小吉娜的面炫耀般的 点开和李小璐的聊天界面 据说里面全是李小璐给她发的暧昧短信和语音 时隔多年已无从辨别真假 不过据网友爆料 李小璐不但跟当红小鲜肉暧昧不清 她连闺蜜的老公都照料不误 2012年2月26号 硬彩儿发微博警告某个女人 让其不要再给自己老公陈小春 发暧昧短信和照片 否则就曝光她的姓名和手机号 需要硬彩儿到社交平台警告的 那一定是某个圈内女星了 当时就有网友猜测这个女星是李小璐 因为硬彩儿发文后就宣布退出泰迪姐妹团 后来还在一档节目中说 不是所有闺蜜都能介绍给男朋友 有些闺蜜会威胁到你的婚姻 转眼同为团圆的李小璐 就在节目上爆料陈小春和硬彩儿 备孕的特殊姿势 不少网友怀疑她这是报复硬彩儿 而硬彩儿多年来跟团内其他姐妹 都能友好互动 唯独跟李小璐老死不相往来 硬彩儿还曾在一次采访中被询问 有没有拉黑过别人 她直言有 因为她睡了别人老公 这霸气的发言让网友不得不猜想 这个被拉黑的人就是李小璐 不过这一连串的花边新闻 相较于李小璐后来上演的出轨大戏 都只是小屋见大屋罢了 2017年12月29号晚 贾乃亮开始直播与网友聊天 当被问及李小璐怎么不在时 她是这样说的 我老婆做头发 我今天做了一个特别漂亮 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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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漂亮的一个头发 很好看非常好看 然而贾乃亮万万没想到 说要出门做头发的李小璐 转身就夜宿在PJ1家里了 事件曝光后 PJ1第一个出面否认 称贾乃亮和李小璐是自己的凶嫂 只是关系太熟 忘记避嫌了 网友却纷纷表示质疑 知道是嫂子 你还敢留她过夜 不久后李小璐也发文 说当晚是五个人的聚会 好姐妹马苏也在其中 马苏一看自己被Q到了 只好站出来为姐妹作证 说大家都把PJ1当亲弟弟 平时聚会都会让她拎包拍照 网友一听平时聚会 好家伙 看来没少在一起私混 然而贾乃亮发文坚决相信自己老婆 随后夫妻二人还在跨年晚会合体演唱 但气氛微妙的台下观众都能察觉 之后吃瓜群众没能等到事件定论 只看到王思聪约会小女友被送上热搜 把思聪气得直接发文 说自己30岁生日当天还要被拉出来挡枪 甚至直接用做头发来嘲讽李小璐 此时诱人爆料 称他们花1400万做公关 就是为了引热分流 如果说王思聪是有料可报 那李小環就是无辜挡枪 就因为名字跟李小璐相似 网友纷纷跑到他的微博下 把他骂个狗血淋头 李小環气个半死直呼 你们找错人了 不过以上所有的爆料都只是网上爆料 却没有实际证据 或许对李小璐来说 安静一段时间也能挺过去 然而2018年1月6号 贾乃亮的一篇长文 却直接把他打入深渊 尽管全文语气诚恳又卑微 但却暗示着贾乃亮认定 李小璐的出轨传闻为真 此话一出全网都为亮亮打抱不平 多好的男人怎么找了个这样的老婆 然而紧跟着南方 却被垂出圣雁门信息量之大 令所有人为之震撼 2013年4月3号 有网友曝光三亚海天圣雁内幕 引发空前关注 不是因为那里富豪太多 而是因为涉嫌聚众淫乱 早在3月29号 王思聪就发文 又到了一年一度爆发户和黑木耳 欢聚三亚的日子了 据说圣雁有一个环节叫白色派对 很多女生都是靠这个环节挣钱 除了嫩模具集 还有众多一线明星助阵 小S老公徐亚军 杨子黄胜一等人都在 总之能参加的不是大公司高管 就是超级富二代 或者是名气财力兼备的明星 然而就在这一众非富极贵的人群中 有网友称看到了贾乃亮 贾乃亮是谁 国民小花李小璐的老公 和小甜心才五个月大 他就敢跑出去私混了 网友虽然不敢质疑富豪们的私生活 但对一个当时没作品 没人气的小明星 还是敢下手的 不过贾乃亮却解释说 自己是去三亚参加同学聚会 根本不知道这个宴会的事 连李小璐都亲自出面 作证维护 网友这才作罢 勉强相信了他 然而多年后 李小璐做头发一事曝光 海天盛宴的事又被网友翻出 有网友指责 当年李小璐无视传闻坚定相信你 如今你却不信任自己脑坡 而黄毅的前夫黄毅清 却立刻蹦出来 表示自己只支持贾乃亮 那时的黄毅清与私聪勤奋齐名 当时听到有人怀疑 贾乃亮在海天盛宴上私混时 他就站出来为贾乃亮作证 说自己当时在宴会上 跟亮亮第一次见面 当时亮亮穿着朴素低调 聚会全程都在炫耀自己的女儿 网友一听 前几年贾乃亮还说 自己不知道这个宴会呢 黄毅清一看矛盾了 连夜偷偷删了微博 只是贾乃亮此前的好男人形象 从此在网友心中打了折扣 甚至还有人发出 2014年李小璐为贾乃亮 争取古剑奇谈剧中角色的事 据说因为亮亮自己 对编剧意见多多 逼得剧组直接辞退亮亮 换人来演 对此小鱼我只想说争乱 不过对李小璐一家来说 最重要的还是照顾小情形长大 小伙伴们你们说呢